今天这个节目应该叫做老张实验室 这个事是怎么来的呢 我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这个USB4.0廉价移动硬盘盒吗 USB4.0就内置了雷电3的协议 一个雷电3的移动硬盘盒要五六百 它直接把价格拉到了两百出头 那很多小伙伴就问了说 那为什么没有ASM2464的雷电显卡屋呀 那岂不是会很便宜 但是我现在搜遍了整个互联网 没有这样的产品 所以我就来了个突发奇想 你看这里不是能插NVMe吗 那如果我把NVMe转换成一个PCIe 那这东西不瞬间变成一个极其廉价的雷电扩展屋 很有可能能让雷电扩展屋普及 咱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实验 要把雷电移动硬盘盒转成显卡屋 我们需要把它转成PCIe 一共有三种解决方案 请大家先听我一一到来 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NVMe转OQLink 这个方案大概要200块人民币左右 有点贵是吧 第二种解决方案 NVMe直转PCIe 这时候就便宜了一点 对吧 但是这根线因为非常的长 看到没有 越长衰减越大 这根线的要求就越高 所以即便是这样的一根线 短一点的也要100多块钱 还有点贵是吧 不符合咱们垃圾佬的特性 于是我找遍了整个互联网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神器 NVMe直转PCIe 因为NVMe是4.0乘以4的协议 所以它直接转成了PCIe 4.0乘4的协议 但是请注意看细节 看这个口 是开放的口 意味着你可以插16X的显卡 畅通无阻 这明显怼不进去 是吧 硬怼 看 就可以了 后边那咋玩 这些协议是给16X做的 所以插满了就是满速 插不满就不是满速 但是它依然能够运转 在NV的4060这个级别以下 基本是没有衰减的 4060咱们随后可以测试一下 我认为应该也基本没有衰减 这个连接的路径非常的短 所以理论上它的衰减会更少 所以它是最便宜的 但是性能衰减最少的方案 老张 你个玩具还是这么夹的 更棒吧 撸死他们 装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礼物 起狗 两分钟搞定 是吧 特别贴心的是 所有的USB4.0硬盘盒 都会送你一根质量特别好的 雷电4的数据线 一根线 你要自己买100块 100块 然后就这么一插 当然了 你还需要解决给显卡供电的问题 对吧 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懂 咱们想便宜 你肯定得有点技术才行 怼上 开机 亮了啊 这RGB 帅 风扇还能自动启停 早上好啊 野志成 咱们1080 光线追踪预设超级 咱们先来跑测试 几乎全程跑满啊 最终的平均FPS是91.82帧 帅 地平线5 极端预设 1920×1080 大力水手 咱们关闭 最终66帧 秒杀对不对 整个过程大家都看了啊 试验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如果你已经被老张安利了 这个200块钱的USB4廉价移动硬盘盒 15块钱的成本 买一个这个 就把你的USB4移动硬盘盒 变成了一个雷电万能扩展 最神奇的是 不管你家里有闲置的显卡 还是你想给你的苹果系统升级万兆的网卡 甚至如果你是专业的音频用户 你还可以升级一个专业的雷电声卡 总之就是老张证明USB4的移动硬盘盒 拓展性 牛逼 老张你这次这次彻底有了 那大家还不赶紧点赞 有你这个粉丝吗 资本家都落泪了 好 哈哈